花莲真心券发放首日中南区乡镇发放秩序大致良好 不过凤林阵营为长者在排队领券时 疑似体力不知倒地头部撞伤 索性凤林警方及时出手救援 火速将老翁送于治疗 虽非抢的头香 不过等了许久的三千元真心券领到手 民众内心感谢万分欢喜 我一个人的 有五百块的有两百块 要怎么花 用品就好了 花莲真心券发放首日 中南区各乡镇发放作业秩序大致良好 乡亲民众开心排队领取 不过凤林阵有一名高龄长者在排队领券时 于是体力不知倒地 额头轻微外伤 现场远警是赶紧出手救援 通知救护人员现场救护 虽然经过初步减伤并无大碍 老翁稍坐休息之后表示无需就医 不过远警仍不放心 骑着巡逻机车从旁借护 护送老先生平安返家 老翁非常感激警方贴心以及用心的不悟 所信振兴券发放作业这一起意外小插曲 在远景及时救援处置下圆满收场 凤林分局也提醒民众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若有不适应该立即就医 记者是玉兰凤林采访报道 在这伊术上谷顺小插 外面有颜色表现马云 没有颜色表现马云 谢谢观看